陳怡當接遇襲 她在記者會上強調說自己真的很害怕 但是網路上的輿論風向卻很殘酷 有不少有網友認為她被打活該 對此陳怡是哽咽的回應 她是一個受害者 她沒有犯錯 你沒有錯 你講這個話 我從也沒有錯 王鴻陳怡六日下午召開記者會 還原遭到攻擊的事發經過 並且強調自己真的很害怕 然而網路上的言論卻相當殘酷 很多人都說你被打活該 誰叫你平常嘴球打得實在太好了 普天同情 請問像你們這些言論 對我們來說難道不是言語暴力嗎 你們覺得你們這些言語暴力 值得被肢體暴力對待嗎 有網友質疑 陳怡可以在網路上言語暴力別人 難道對方不能肢體暴力回來嗎 對此陳怡痛批表示 自己一直以來都是就事論事 說真話 難道這樣就該受到暴力對待嗎 我就算有錯 也應該是用司法來審判我 不應該是這樣子私刑的對待 所以我今天站出來 我強烈的譴責暴力 陳怡哽咽指控 自己明明是受害者 沒有犯錯為什麼要躲起來 他更強調就算自己有錯 也是讓司法來審判 而不是私刑的對待 希望國家和社會 可以還他一個公道 講實話本來就沒有錯 我媽媽告訴我的 我媽媽說我沒有錯 為什麼 為什麼我們被暴力對待的時候 該道歉的是我們 該被譴責的是我們 為什麼 然而在記者會的最後 陳怡懇求不要讓媽媽曝光 擔心家人的安全也會受到威脅 當看到媽媽眼面落淚時 她也爬桌痛哭 情緒瞬間崩潰 大家都知道陳怡是網紅 那當年她是靠著酸藝人羅志祥爆紅的 不過有些人可能不知道 她的家事背景是相當的驚人 陳怡的爸媽都曾經擔任過台北市議員 而在爸媽離婚之後 爸爸再娶 而現在她的繼母也被曝光 竟然是金馬影后陸曉芬 陳怡出生政治世家 父親陳俊源曾經是台北市議員 後來因為涉及弊案入獄 而媽媽是名律師 也曾經擔任台北市議員一職 在爸媽離婚之後 陳怡選擇跟媽媽共同生活 而爸爸跟金馬影后陸曉芬在婚 陸曉芬因而成為陳怡的繼母 陳怡曾經表示跟爸爸很不熟 爸爸也從來沒有養過她 雖然繼母是陸曉芬 但是陳怡跟她的關係並不親密 兩個人在公開場合很少談到彼此 陳怡會自嘲是靠著殷勤關係意外成了新二代 而陳怡在上學期間成績是相當的優異 大學就讀台北大學法律系 但是畢業之後沒有考律師 反而是走上了網紅一途 當年因為轟藝人羅志祥而爆紅 陳怡昨天遭遇襲擊 而日前呢也有遭到超歌痛扁的實況主TOYS 坦言呢她已經有打電話關心過陳怡 並且表示呢明憲可以感覺得出來她已經嚇到了 並且認為陳怡現在的處境很危險 建議她趕快離開台灣 連打她的人 就連指使那個黃男來打她的是誰都不知道 那我呢至少我現在之後出事有什麼事情呢 就一定是彭博超 一定是那個垃圾嘛對不對 所以我還可能沒那麼害怕的原因就是因為 至少出了什麼事情手腳斷了 那一定算在黃博超的頭上啊對不對 所以她的狀況我覺得比我更危險 因為第一是她人現在襲擊她的人 指使那個襲擊的人是誰都不知道 那變成說我是建議就趕快先搬一搬吧 先離開台灣想要怎麼追求怎麼追求 你們要想今天的確陳怡她被打是輕傷 我可能算重傷 如果假設那個人她是有別的武器咧 就是假設她是有別的武器 到時候這件事情就一發不可收拾咧 所以你們多多少少要去理解這件事情 其實是多麼的可怕的 陳怡遭到襲擊之後坦言怕到不敢睡覺 對此網紅館長陳之翰也慰問關心 送上禮品以及收寫卡片 陳怡在個人的現實動態上 PO出了館長送的禮品表示 謝謝館兒慰問大禮包 其中館長在卡片上面寫 親愛的陳怡希望你早日康復 並且預祝新年快樂 一切順利館長陳之翰 而陳怡也開玩笑的說 正名為陳怡不是不好的女人 並且在貼文標記館長的帳號 而曾經被陳怡公開批評過的網紅丹妮表姐 又對這件事情發表看法 她呼籲外界不要惡度暴力 也讓網友大讚她是已的抱怨 丹妮表姐在貼文中表示 看到陳怡在新聞中大爆哭的畫面 她感到非常震撼 因為覺得她完全無敵 沒有任何惧怕的事情 但令丹妮表姐更詫異的是 新聞下方的留言竟然充斥著語言暴力 許多人認為陳怡被打是理所當然的 丹妮表姐進一步分享 她自己也曾多次在網路上 遭受到各種形式的羞辱攻擊 雖然身體是沒有痛 但內心也是會稀巴爛痛一場 認為即便沒辦法開驗傷單 但這樣的傷害是真實存在的 尤其人家已經受到身體上的暴力了 真的是希望不用再惡度暴力 丹妮表姐強調 即使冠上正義 或者是言論自由的名義 網路暴力 各種形式的身體暴力 都應該被譴責 再怎麼討厭一個人 也不能這樣 這一番話是讓網友讚賞表示 表姐真的很善良 沒有因為她批評過 她就落井下石 另外也有人說 之前嘴過她 不過她完全是贏得抱怨 陳怡遭打事件持續延燒當中 律師李一貞之前 因為沒有全面支持陳怡 她只有譴責暴力行為 就遭到陳怡的粉絲 網路攻擊 事務所被狂刷了一新評論 對此她也道出了 為什麼沒有辦法全面支持陳怡的原因 李一貞和陳怡有關恩怨 昨天在臉書上面 因為沒有力挺陳怡 而是單純的譴責暴力行為 事務所的Google評論 就遭到了陳怡粉絲 狂刷一顆心攻擊 她表示其實一開始 可以乾脆不針對此事評論 但認為公眾人物 有發聲譴責暴力的責任 卻沒有想到被扭曲成幸災樂禍 並且表示 陳怡到立法院召開記者會 我能不評論嗎 我就問歌喉案國中生的家屬 有這樣的資源嗎 還有很多你們沒有看到的社會角落 一堆善良不知識的人 或是學子被毆打成明眼可見的傷 都沒有這樣的資源 她一下子就可以找到三位官員陪同 接著轉換糾點 帶大家來關心到的是 有最美性學博士支撐的許藍芳 她其實跟藝人王少偉 兩個人的飛聞傳得非常久 但是兩個人都不認愛 金城說對方是互相有好感的 好朋友而已 那最近許藍芳 她是到巴黎旅行 其實就當作是送給自己的生日禮物 就有當地的民眾直擊到 其實一路呢 王少偉都有愛相隨的 兩個人看起來是十分的甜蜜 少偉也會唱情歌給許藍芳聽嗎 唱愛你 因為本人最近的情歌 只有快歌愛你這一步 藝人王少偉與最美性學博士許藍芳 經常傳出飛聞 雖然兩人都不認愛 但許藍芳近日去法國旅遊 王少偉竟被目睹愛相隨 許藍芳在巴黎開心吃美食逛街 卻被City One的讀者直擊 一旁的男子不就是王少偉嗎 根據City One報導 兩人在1月底也就是 許藍芳的生日前夕 一起到巴黎的貴婦百貨開心逛街 身旁還有一位友人 許藍芳和王少偉的互動 也相當自然 女方還幫男方拿外套 許藍芳也PO出多張氣質美照 雖然沒有王少偉的身影 不過這男友視角 很大可能就是王少偉在掌勁 藉著女方更PO出浪漫燭光 搭配玫瑰花瓣的大餐 這甜蜜又充實的行程 就像是請生約會啊 對此許藍芳的經紀人表示 他去法國是商務旅遊 但王少偉是否同行 不方便回應 王少偉的經紀人也表示 私人行程不過問 雙方都沒有否認同行 好可憐 好可憐